本集前半部分除了些小问题 原本15分多中删除了大半集 辛苦大家来个玩某 帮忙点一顶了 全微媒体和杂志 做过很多史上首富的排行 第二到第十名经常发生变动 但第一名几乎在每个榜中稳坐泰山 这就是14世纪西非马里帝国的君王曼萨穆萨 他曾被纽约时报 名人净资产杂志 福布斯 B某C和时代杂志等 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排为榜首 美国加尼弗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布鲁斯威尔曾经说 曼萨穆萨的财富记录令人窒息 几乎无法想象他到底有多富有 著名的财经网站Money撰文形容 曼萨穆萨富道无法形容 所有媒体不约而同地用到了 不可估量这样的词汇 他到底多有钱呢 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大家都知道 在工业时代 石油资源让中东土豪遍地 那么封建时代乃至到现在呢 什么资源是令全人类趋之若鹜的 没错 黄金 据14世纪叙利亚历史学家 阿尔乌玛利的历史书记载 曼萨穆萨1280年出生于统治世家 其兄曼萨阿布巴克尔是国君 阿布巴克尔对大西洋探险非常痴迷 一门心思想要搞明白 海洋彼岸到底是怎样的 就是哥伦布那种人吧 他于1312年退位去大西洋探险 离开时率领了2000艘船 数万人的随宠 奴隶出海探险 曼萨穆萨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国君 在他的统治下 马里帝国将于大幅扩张 吞并了周边的24个城市 其中包括廷巴克图 廷巴克图是西非伊斯兰教的研习中心 至今保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手稿 这才让这段故事得以留存 从大西洋到今天的尼日尔 塞内加尔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布基纳法属 尼日尔 赞比亚 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等 现代国家的部分领土 都在马里帝国之内 当时最大的产金区之一苏丹 也在其版图之中 巧就巧在 在工业革命之前 非洲就是世界最大的黄金产地 除南非之外 几乎涵盖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金矿 曼萨穆萨统治时期 通过贸易 它又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这里要介绍一下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 全球已开采的黄金量 仅有现在的三分之一 14世纪的黄金 更是非常稀缺的硬通货 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都认同其为最高价值的通货 恰巧曼萨穆萨时期 达到了顶峰 时间轴从古埃及跨越至今 黄金都是全人类社会 共同奋斗的目标 从B某C的历史节目 世界历史 讲述曼萨穆萨的片段得知 伦敦大英博物馆史学研究团队 曾估算 曼萨穆萨在位期间 其黄金储备量 达到了全球总量的50%以上 而恰巧在欧洲 正值文艺复兴前期 王室及教会 对于黄金的装饰 有大量的需求 王宫贵族都以黄金和宝石 作为自己权利的象征 文艺复兴初期 诞生了巨量伟大的黄金艺术品 铸造和浮雕到雕露 珠粒等各种工艺 在此阶段推向顶峰 才华横溢的金匠配合各种类型的宝石 见证了这段围绕黄金史的史诗传奇 同时欧洲列强也开始对南美进行黄金掠夺的雪类史 由于世界对黄金的狂热追求 黄金的产量和需求有着巨大的缺口 这也将黄金的价值推到了顶点 曼萨穆萨几乎可以无限制的获得中世纪 最有价值的财富来源 这天时地利人和 真是躲都躲不掉呀 原本这位西非寂寂无名的土矿主 因为一个事件震撼了全世界 让欧洲皇庭知道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有钱的神豪呀 曼萨穆萨的哥哥退掉皇位 去大西洋旅行已经是非常任性了 但和他一比就没什么了 据记载曼萨穆萨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有一天他心血来潮 想去自己神往已久的穆斯林发祥地 圣城麦迦朝拜 麦迦位于沙特阿拉伯麦迦省 距离马里帝国6400公里 如此遥远的路途 曼萨穆萨是不是要置办点东西呀 于是在1324年 世界历史里惊人的一幕开始了 为了这趟旅行 老哥清点了6万人随行 其中包括整个皇室成员 王朝的官员 士兵 畅使官 城中最有实力的商人 骆驼饲养员和速千头骆驼 12000名奴随行还携带着数不清的 山羊绵羊家禽家畜 为的是沿途宰杀吃肉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穿越撒哈拉沙漠和埃及 去往红海 那有的人会说了 这派头子虽说史上罕见 但也不见得一只独秀呀 不要急 还没完呢 这6万人 就像一座移动的沙漠城市一般 沿途部落的居民 看得目瞪口呆 最离谱的是 打头的100头骆驼 每头装载着136公斤黄金 紧这骆驼 就驼着13.6吨黄金 他身边贴身的500位奴隶 每人手持一根纯金打造的黄金手杖 一万多名奴隶 全部穿着金色的锦缎 和最好的波斯丝绸 走到哪里都会引发轰动 曼萨穆萨倒是非常体恤民情 一路上各种买买买 将沙漠沿途极震的所有商品 全部买空 然后将购买的物品 施舍给沿途的民众 人们居然将他的故事 编到了歌谣里传唱 他高兴的时候 还把黄金撒在路上 让民众去抢 我只想说 这样的国王 给我也来一打好吗 当路过实质最繁荣的开罗时 当地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他 于是他决定 驻扎在开罗三个月的时间 好好地享受人生 这三个月中 曼萨穆萨命令下属 沿途分发黄金粒 就像今天发传单一样随意 用黄金大量购买当地的珍修美味 古董珍宝 他黄金之王的美名 也迅速在城中传开了 伦敦非洲与东方研究院指出 曼萨穆萨在开罗疯狂消费的三个月 由于开罗与欧洲保持着繁荣的商骨往来 大量的黄金流向欧洲 导致欧洲的通货膨胀 黄金暴跌了12年 连一项视为价值最稳定的黄金 累计跌去了20%左右 引起了整个欧洲乃自人类的 首次非传统意义的金融危机 这种以一人之力靠买买买 让货币贬值到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 还有谁能出其诱呢 好了 今天这三位首富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各位朋友们是否有所启发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是没有的 那么请放下手机 让我们一起愉快的搬砖去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